朝鮮戰爭的時候 美國的軍政高官 他們所想出來的一個戰略就是 日後必須培植日本 成為遏制蘇聯 跟遏制共產中國的一個前哨戰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日本開始經濟復興 日本這個國家 其實跟我們中國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非常的勤勞 節儉 我昨天看了資料 中國的儲蓄率是世界最高的 有一百塊錢 中國人大陸人可能會存下 33塊錢 就是平均 大陸人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面 很會很會存錢 我想一想我也蠻會存錢的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偶爾講講閒話 不能一直講 一直講嚴肅的 大家都會神經緊張 我其實我也很 我有時候想想我也蠻節省的 因為我這個人呢 是一個非常宅的人 我的老闆還有我的這個同事都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宅的人 宅到什麼程度呢 我大概大概就是辦公室還有家裡 那辦公室家裡 有人就是會出去買東西吃啊 或者是去吃飯店啊吃什麼 我也不吃飯店 我很少 我大概除了別人請我 我這個人很寒酸 除了別人請我之外 我自己很少去 跑到大飯店 這個去吃飯很少 他們都在家裡面 所以我都自己煮東西吃啊 所以我昨天算了一下 我一個月啊 我一個月我自己的 我自己本人的開銷啊 大概不到一萬塊新台幣啊 大概我說一萬塊可能都嫌多了 大概我想我大概五六千台幣 五六千塊台幣 就人民幣啊 大概一千五百塊 一千五百塊我就 我就一個月 我自己就打發過去了 因為我都是自己煮 這個自己下一碗麵啊 對不對 煮麵吃啊 或者隨便 隨便 一個饅頭 嗯 幾塊肉 然後一個橘子 就這樣過去了 所以我經常跟朋友開玩笑 我說啊 這個這個人啊最麻煩就是要吃飯 吃飯實在很浪費時間 你知道嗎 所以我我經常跟朋友開玩笑說 最好啊 科學家能夠發明 這邊有個拉鍊 拉鍊一打開 然後東西就塞進去 然後 塞進去只要幾秒鐘嘛 就又又又又開始工作 又開始幹活 當然我這是開玩笑 我這樣講就是說 我們再重新回到日本 日本從1950年 它的軍事慢慢恢復了 美國就是這個老虎的籠子啊 籠子的門開了一半 讓老虎的頭可以 應該說日本的這個狗頭啊 可以生出來 這個籠子裡面生出來 然後叫幾聲 汪汪汪叫幾聲 表示說我是狗 我是狗啊 我是一隻很兇的狗 那 經濟的復興 所以1950 1960 這個20年 黃金的20年 讓日本的戰後經濟 從戰後的一片廢墟 一片焦土之中 開始復興 日本人跟中國人一樣 非常節省 非常的勤勞 工作狂 我經常跟我朋友炫耀說 我一天工作16個小時 我後來想想 人還是要 謙虛一點 還是要 啊 低調一點 尤其是上面有老天爺 老天爺說 好小子 你一天工作那麼長時間 我就整你 所以我都很低調 我就說啊 不能太高調 那日本人是工作狂 韓國人也是工作狂 我們中國人更是工作狂 為了賺錢 我們可以每一天每夜 甚至於晚上睡覺都在想 半夜做夢都在想 我第二天要怎麼幹活 要怎麼做事 我要怎麼寫文章 我要怎麼 在節目裡面開講 我半夜裡面做夢都在想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日本經濟復興 到了1960年 1970年的時候 不得了 我年輕的時候 我看過一本書 菊花椅與劍 然後也有一本書是 日本No.1 日本第一 甚至於日本的資本家 到了70年代 80年代 想辦法要去買紐約 最繁華的曼哈頓 要把整個美國買下來 紐約買下來 美國你要把它買下來 被開玩笑 就像我們現在中國人 很多的華僑 很多的華人 很多的大陸移民 或者說是大陸出去的人 台灣出去的人 把整個加州都買下來 來 老美會說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們這些人 你們是 什麼 什麼玩意兒 白人中心主義 他們瞧不起我們東方人 瞧不起我們中國人 可是日本就在那個20年 50年代 60年代 它經濟起來了 我記得1968還是69 應該是1969左右 日本搞了一個什麼 大阪還是哪裡 一個博覽會 我告訴各位 其實搞什麼博覽會 上海好像就是上博會 搞博覽會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國家經濟起飛了 那日本的經濟也起飛了 就在70年代 80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行業起來了 就是半導體 就是芯片 芯片 本來 美國是非常引以自豪的 其實美國很多的東西 我以前在節目上也講過 20世紀 或者是 這個 20世紀從 從1900年 一直到 1999年 這個100年的過程當中 人類有很多的偉大的發明 是德國人發明 那美國 有一個重大的發明 就是電腦 那 電腦 電腦的發明 等於是另外一次產業革命 等於是第三次第四次的產業革命 可這個產業革命的一個核心組件 就是芯片 可是大家知道嗎 像NEC 日本的這個 這個日本電器吧 這個漢文名字 像東芝 Toshiba 還有一些日本的公司啊 非常厲害 在1970年代 1980年代 他們跟美國學了芯片的技術 本來 日本的芯片 剛開始的時候 全球的市占率大概10%以下 10%以下 可是到了1980年代的時候 不得了 90%的全球芯片是日本製造 而且 在1960年代 1970年代初期的時候 美國跟日本之間的貿易順差 就是日本的貿易順差 大概只有幾億美元 一直快速的成長到 300多億400多億美元 那個時候的錢不得了 我印象當中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 新台幣跟美元的匯率匯比 是一塊錢美金比40塊台幣 長期以來都是1比40 現在是1比 好像是1比20幾 1比30出頭的樣子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太注意這個 總而言之 大概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三 以前的美金是很大的 不得了的 那 美國受不了 美國就開始打壓 美國的打壓是什麼 美國從1960年代晚期 開始注意到日本的壯大 日本經濟的壯大 對它的威脅 日本威脅論 就跟現在講中國威脅論 是一樣的 所以美國 美國跟日本之間的鬥爭 美國對於日本的 經濟制裁 或者是這個金融戰爭 經濟戰爭 是從1960年代晚期開始 密集的開始 一直到1990年 1990年代 包括貿易計301法案 說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還非常大道的 就說日本的芯片 的售價不得高於美國 你的售價一定要比我們高 那換句話說 你售價一高誰要去買呢 就去買便宜的啦 所以美國就是那麼霸道 一個就是遏制你的芯片 另外就是祭出你的 祭出301 提高你的關稅 有一陣子日本的芯片到美國去 課增百分之百的關稅 你比如說這個芯片 這個芯片假設是 10塊錢它跟你變成 課增百分之百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當然剛開始我還漏講了一個 紡織品的 對於紡織品的打壓 對於日本的紡織品的打壓 那 後來是從紡織品進到半導體 還有一些家電 對家電的打壓 那我今天幾乎都在講這個 但是我覺得我為什麼要講 美國跟日本之間的經濟摩擦 經濟制裁 貿易戰爭 我就是要告訴各位 其實同樣的模式 美國是用同樣的模式來對付中國 但是唯一 中國跟日本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美國有駐軍在日本 日本等於是戰敗國 日本的國土裡面 有上百個美國的軍事基地 美國在亞洲有三百多個軍事基地 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在日本 所以你日本能夠 能夠怎麼樣 日本也只能摸摸鼻子 算了算了算你 你301就301吧 然後你要增加關稅就增加關稅吧 那最後一招殺手檢是什麼呢 這個是最要命的一個殺手檢就是 強迫日本日元升職 強迫日元升職 美國的當時應該是里根總統 台灣翻譯成雷根 美國的雷根總統說 你日元價值嚴重低谷 所以你要升職 升職了非常多耶 所以你看看貿易的打壓 301 還有關稅 還有甚至於還有一些日曆 Hitachi的一些 有六個高管 涉及到芯片製造的 被美國逮捕 關押起來 就跟孟晚舟一樣啊 她是六個抓起來 然後她還指控 日本的某個企業 跟前蘇聯有密切的關係 然後也要提出制裁 同時呢 司法審判 我說的這個事情是 1970年代 一直到1990年代 橫跨的時間 跨越的時間 長達20年以上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我就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還會辛苦一段時間 從奧巴馬的晚期 特別是特朗普的四年 一直到拜登這兩年多 其實我們過了七八年 非常辛苦的日子 可這個七八年 不是結束喔 還會持續下去 但是我們中國跟日本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中國 是一個不屈不撓的國家 我們中華民族 是一個百折不撓的民族 我們不會 因為任何國家的壓力 我們會屈服 我們不屈服的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實際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聞在綠媒 是看不到的嗎 沒關係 綠媒不報的 中天買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用真相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有多一份力量 就是我們一起用來的 一份補洞 一份補洞